好 秦皇臺灣的疫情惡化 造成人心惶惶 那也包含了影響到這一波股價 從波段高點到低點 修正已經逼近三千點了 那同一時間 亞洲各國疫情也都全面惡化 對 沒錯 因為我們看到之前 也被稱之為是防疫模範生的 其實就是越南 很多國家也把越南 當作是一個疫情防守的指標 結果越南的這個疫情的狀況 他的單日新增也達到了一百八十七例 而這個狀況看起來 也顯然在惡化當中 而且我有一些在越南的台商朋友 他們現在都很憂心 為什麼很憂心呢 因為其實越南的防疫措施 也是做得很嚴格 你如果看現在做搭飛加到越南去的話 他幾乎是要求你該有的防護設備 全部都要帶滿滿 你才可以入境 但即便在做到這麼滴水不漏的情況之下 還是讓水給漏了進去 然後越南的情況呢 你會發現他除了這個單日新增 除了本土之外 他的境外移入的部分 兩個加起來其實數字也都蠻高的 所以他們擔心越南的疫情的高峰 也還沒有到 那除了越南之外呢 另外一個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防疫措施雖然算嚴格 但新加坡的確診人數也在增加 過去一個禮拜裡面 他的確診人數呢是71個 那這個數字比他在前一個禮拜 增加了大概1.5倍 所以新加坡現在呢 也在採取比較嚴格的措施 在做一些相關的管理 那當然除了這個越南跟新加坡之外 大家看了幾個指標的這個國家裡面 包括像日本的部分 日本單日新增呢大概是6422例 所以這個數字顯然也沒有降溫 那另外印度的部分呢 他的確診的人數到目前累積 已經超過了台灣 而他單日的部分呢 也是高達二三十萬人確診 所以印度的部分也很嚴重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一波的疫情病毒呢 他的傳染力非常的快 而且來得又凶又猛 那即便是之前我們說這個 他對於防疫的措施弄得很嚴格 然後一直在擴大篩檢的中國 中國的本土病例也在增加當中 所以像安徽來說好了 過去四天安徽所新增加的確診病例呢 大概是本土病例是16個 然後安徽在增加 遼寧也在增加 而且兩個省份在互相甩鍋 說是你們害我們這邊的人確診 但不管是遼寧害安徽還是安徽害遼寧 中國所看到的是 這個相關的本土病例在增加 而且在匡列的過程之中也發現 確診者足跡裡面還有到過北京 跟其他人口多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這一波的這個國際的疫情的部分 他其實都像熊熊烈火一樣越燒越旺